无拘无束的生命之流 亲爱的人们,当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时,一种扩展就会发生 当你的能量场扩展时,物质世界的局限性就会开始消失 你感觉更轻松、更振奋、更快乐 你的心与真理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 你开始在更高的觉知水平上运作 这种新的觉知会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开明的视角 置身于一个有着开明视角的地方,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忽然之间,你用新的眼光审视你的世界 你的态度是带着爱和慈悲的 你会对那些通常让你感到不安的情况,变得更加宽容 这是挨自神圣源头的恩典 你总是可以获得这样的恩典 它作为一股提升了的能量频率流,或纯粹的意识而存在 你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提升的意识状态 通过祈祷和与你的高我交流 通过与充满爱的一切万有之源相连 通过打破局限性的念头 和打破限制有意识的生命觉知的束缚 很多人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限制性的盒子里 由于事物似乎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 他们就相信这是事实 你的灵性资源在这里,向你展示了另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 在这种方式中,始终存在着更高层次的真理 爱与和谐是你可以显化出来的品质 当你深呼吸并想象你的能量场扩展时 你正在允许这个更高层级的真理对你变得显而易见 如果你请你的守护天使展示给你看 那就更容易了 恳请是祈祷的一种形式 如果你愿意,你就有机会看到更大的图景 祈祷总是会得到回应 当你祈祷时,你打开了一扇门 使得一种更高层级的能量可以在你的生活中运作 这是一种纯粹的潜在能量 当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时 它就可以为你所用 我们称它为生命之流 因为你在这股能量当中生活、移动以及拥有你的存在 这是你的本质 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 当你记住这则真理 给自己时间与内在更高的力量交流时 各种限制就会消失 实修方法 现在,花点时间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 想象一下 在爱与光的河流中 纯粹意识的生命之流 在你周围流动并流经你 请你愿意让自己的局限性的信念消失 这样奇迹就可以在你的物质世界中为你发生 有时候 似乎只有奇迹才能改变你的处境 当你记起是圣灵在真正统筹你的生活时 请允许奇迹作为这个认知的自然结果而发生 你总是可以得到更高的力量来帮助你 开放你的心胸和视野 以一种新的方式 去看待你的世界 在其中充满了爱 欢乐与和谐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你能记住今天这则来自高维的指引 当你把你的生命交托回神时 你就进入了无拘无束的纯粹意识的生命之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